我今天发现我这个黄瓜的叶子上长了一些菌斑 黄瓜还是比较娇嫩的 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连做 也就是说一年最好在一个地方只种一次黄瓜 我们第一年种黄瓜的时候 黄瓜长得还是挺健康的 没有任何毛病 第二年还有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黄瓜 有这种真菌性的感染了 我们是尽量避免在同一个地块连续种植 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大棚里通常会好一点 但是今年看起来这个大棚里也有同样的问题了 这两棵更严重一些 因为按照往年的种植经验 大棚里边的黄瓜一般是不会感染什么疾病的 但是今年可能是因为也是种黄瓜的年头比较长了 所以大棚里也有同样的问题了 我一般在大地里移栽之后 等它缓过苗来 都会喷一些寒铜的这种溶剂 那是一种有机的寒铜的杀菌剂 能除灭这种真菌和真菌性的疾病 因为在棚里种植的我觉得可能不会有问题 所以就没有提前预防 我得赶紧去调配一些这种寒铜的杀菌剂 给它们喷一喷了 不然后边越来越严重 该控制不了了 今年这个叶片的感染还是挺严重的 植物叶片上由于真菌引起的各种疾病 都可以用这种寒铜的杀菌剂来预防和治疗 这种寒铜的杀菌剂的英文名字叫Coprofangocyte 在各种店里面都很容易买到 这种杀菌剂可以治疗各种常见的由于真菌引起的疾病 比如说白粉病 双霉病 枣疫病 还有黑斑病 这是一种有机的杀菌剂 所以用在有机菜园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它的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用一加仑的水 稀释0.5到2盎司的这种杀菌剂就可以了 对于大棚里面种植的黄瓜来说 它的建议使用方法是 在前两周每5天用一次 然后之后是每7天用一次 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倒不用像它说的这样使用这么频繁 我们先用几次 看看如果能控制住这个真菌感染就可以了 我还是准备了这种一加仑的喷壶 然后用这种勺来量我们的杀菌剂 我感觉我们这次黄瓜的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按照刚才说明书说的0.5到2盎司 配一加仑水这样的比例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1.5盎司吧 按照比例的话 1.5盎司我们需要三大勺 就是三tablespoon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种勺子来衡量 好了这就喷完了 我们过5天再看看效果怎么样 5天之后应该还是需要继续再喷的 今天就先这样吧 今天是上次喷这个铜溶剂5天后 我来给这个黄瓜第二次喷这个溶剂 能够看出来上次喷完之后 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然后那些已经生病的叶子 回头就要给它摘掉 今天距离我上次给黄瓜喷寒铜的杀菌剂已经过去5天了 我们看看这个黄瓜叶片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这些生病很严重的叶子 真菌的控制情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看起来我们这个真菌是控制住了 我今天就是过来把这些老叶病叶都给它摘除掉 其实按道理来说 当我们发现有叶片感染真菌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应该及时的把它摘掉 我之所以没摘是基于两个考虑 一是说当时这个黄瓜苗还比较小 如果把那些病叶子都摘掉的话 可能这个黄瓜上面就没几片叶子了 第二呢也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寒铜的杀菌剂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有效 是不是能控制住这个真菌的扩展 现在看起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原本这些真菌感染比较严重的叶片 在经过一周之后不但没有恶化 反而情况得到了好转 基本上这个真菌已经控制住了 我现在就把这些老叶和病叶都给它摘除一下 我顺便把刮上面的侧芽也打一下 这颗应该是当时病的最严重的那一颗 我们把这些病叶都打下来 现在我把这些老叶和病叶都给去除掉了 还顺便把一些栩栩还有侧芽也都打掉了 这次种在大棚里边的这些黄瓜真是命运多舛 感染了真菌疾病 然后还有很多的牙虫 然后现在地上还有很多到处爬来爬去的蚂蚁 这个地方干脆就还有一个蚂蚁洞 我等一下再给这些黄瓜喷一些含铜的除菌剂 以免真菌再次复发 然后我再给每颗黄瓜根部撒一些硅藻土除一下蚂蚁 明天我再给那几颗长了牙虫的黄瓜 喷一些肥皂水和尼姆欧油的混合溶剂 今年棚里边这几颗提早种下的黄瓜真是操碎了心了 不过好在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小瓜 应该不久就可以吃上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